强力水柱不斷喷出 阻挠前进视线还不够 中国海警船直接碰撞菲律宾船只 中非南海对峙 局势升温最高点 官员唇枪舌战 中国宣称合理合法 但威吓手段越来越极端 今年二月只从远处用雷射 八月出现水炮 十月首度碰撞 十二月水炮碰撞 双重夹击 菲律宾还加码指控中国使用 远程声波和军用及雷射 CNN分析怀疑 中国背后动机恐怕跟台湾有关 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是否预示着台湾即将发生的事 内文指出非国案例可见 北京长期以来利用庞大的 海岸警卫队展现军力 不仅在南海 其他地方也无视国际准则挑衅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可能很快就会部署 海岸警卫队 抢先掌握地形地势功法 加大施压台湾 有必要的话会使用武力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只是现在习近平统一台湾的大忌 却被他的好友给打乱 日经亚洲披露 两人三月在莫斯科见面时 普丁喊出乌克兰五年战争 惊动习近平 有鉴于中俄之间广泛军事合作 正式延长中国军武产业受冲击 习近平统一大业的计划 势必得延后 中国从南海争端磨刀祸祸布局 但却因为普丁一席话打坏如意算盘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导